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欣喜小姨 今天呢跟我老同学来到我们老家新城 老家这边看人家炸红糖 最近不是好多朋友说想让我买那个红糖吗 今天我们来现场看一下 一进来就是一股江糖的味道 老板这个是原味还是姜味的 这个应该是 好像是姜味的 这个是原味的 这是玫瑰花 这是桂花 菊花也有 这些都是拿来做红糖的 还有这个茉莉花 这些呢都是做小块的 这个是姜味的 我刚才尝了一下 有点辣辣的感觉 喜欢吃姜味的话可以选择这种 那我们如果做那个做甜品啊 家里面自己做甜品 或者是拿来做菜啊 可以用这种原味的 这是它们就是 它们就是 它们的汗的会好吃 它们等待过来的 它们就划的 这里各种各样的口味的啊 这个是原味的 桂花的 这个是茉莉花的 这个是红枣的 这个是玫瑰花的 这个是模具 这个是大块的模具 这个是小块的 这个是小块的 今天炸完糖 本来讲的 今天挺炸 昨天炸 这个是原味 这是姜味的 在熬制的过程当中 没有加一滴水 就是甘蔗压大出来的话 熬成了糖 这是姜粉 嗯 姜粉 姜打碎的 好可怕 每个月有那么几天 你可以用小小的一粒 泡一杯苏果汁 蛮暖的 来 尝一下 尝一下 来 尝一下 尝一下 好油味 好 点下来吧 谢谢 这个是原味的 这个是原味的 拿来泡水的 这个口感呢 就是 在超市里面买的那种 砂糖啊糖块 它是口感是 比不上这个 我们这个是 就是 纯的甘蔗红糖 压榨出来 然后就纯 很香甜 我平时喜欢用来 熬完汁了以后 拿来蘸那个 白瓷巴吃 一共有这么多口味 枸杞 红枣 姜糖 玫瑰花 菊花 当归的 黄芹的 黄芹的 黄芹的还没写上去 嗯 我看一下哦 我现在呢 正在哪包 正宫包糕 这是小块的 都是大块的 一块的话 差不多有半斤 哦 对 这边还是 烘干房 哦 烘干房 这上面都是 箱子 准备给大家发货的 哈哈 这柴哦 都是拿来 拿来熬红糖的 你看看 这么大一堆